這個現場跟大家互動跟分享我的新書一秒變美人 那當然這個書呢其實集結了不管是化妝啦 保養啦還有呢服裝穿大的一些小技巧 相信看過的人都已經獲益匪淺 沒錯 啊如果還沒有看過 我還是要工商服務一下 今天既然在成品 就不如帶一本書給家吧 你看這本書都讓你拿一下 這本書呢其實我們在這裡面當中 分成幾個段落 有分成五個段落 包括有快問快答 還有現目美激素成法 還有今日為整明日變美 另外還有不費力心機美妝 還有美妝保養品的好好買 什麼叫做好好買的 它從A到Z的品牌的保養品 全部都幫大家介紹了 而且是我自己真的就是用過 我覺得很讚的 而且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裡 其實明川老師 自己本身也是很愛保養的 很愛漂亮 一定要啊 一定要維持不老的容顏不容易啊 真的 所以你看看我們看到明川老師 其實我認識他也有超過20年的時間了 天啊 所以我們是差不多 超過五歲的時候認識 對 差不多 可是那個兒童的玩伴 對 我跟明川老師其實淵源非常的深 因為其實我們彼此都看著彼此 那時候剛出道的樣子 然後我今天是來報恩的 你知道 以前那時候我剛出道的時候呢 沒什麼錢 因為我長得很醜 然後呢 又沒人理我 然後明川老師呢 他還幫我做造型 然後 結果他可以蓋得住我的黑眼圈 結果他 但是這些年來 我想 很多朋友都想說算了 不用理我算 沒有 開玩笑 如果照這樣講 我應該要謝謝今天的小兵 因為他的黑眼圈 讓我對於蓋黑眼圈有非常卓越的精彩 他可以做這個單元 如何完美蓋住黑眼圈 真的 所以我們一起謝謝小兵 沒錯 謝謝 今天呢 既然是一秒變美人 所以呢 我要來變魔術給大家看 大家都知道呢 明川老師多才多藝 這個時候應該要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所以呢 之前有做過單曲吧 對 然後今天我又學了一個新招 就是要變魔術給大家看 讓大家可以知道 為什麼叫一秒變美人 因為呢 一秒變美人的概念來自於 當你在家裡要出門之前 不管你做了什麼樣的保養 化了什麼妝 穿什麼衣服 都決定你是要一秒出門變大媽 還是一秒出門變美人 所以呢 這個概念來自於要讓我們 怎麼樣可以真正由內而外 而且從穿搭裡面 找到適合你自己的 那現在我先找一位現場的朋友 要來變魔術就對了 對 變魔術 現在明川老師呢 他現在呢 也要走上這個魔術師的這一個 我也是酷 要找一位美人對不對 我們來找 今天看起來最需要被改造的這位同學 天啊 被點到的 點到是好還是不好 還是最需要被改造 他比你有道行 好 各位同學好 哇 同學很放得開 你怎麼穿拖鞋就來了 這就是很多人你知道出門就是完全不管的 而且就是把看到什麼穿什麼對不對 所以呢今天我要邀請這位朋友 怎麼稱呼你 你怎麼稱呼你 鐘鐘來 鐘鐘請到我們的這個魔法箱裡面 魔法箱裡面 是的 好 然後你把它拉下來 窗簾拉下來一下 好 好 剛剛大家有看到裡面什麼都沒有被空的 對 是真的空的 對 哇 來 吃好睡好穿好讓你一秒變美人 噓鈞 哇 掌聲鼓勵鼓勵 耶 超級名模 鼓勵鼓勵鼓勵 我們姿姿就來到現場了 一秒把姿姿變出來了 你也太厲害了 你本來是長那個樣子的 對不起我這樣講的好像很傷人了 就是說一秒變成美女就對了 對 但是就是有這個法律 好 我們趕快先請姿姿跟大家現場 問這個大聲招呼 謝謝我的朋友 她明川哥 然後還有主持人 你好 我是夏如主持人 姿姿是我的同門師姐 她自己師姐就對了 而且我每一次都看她都覺得 哇 好像美得像一幅畫一樣 沒有沒有 真的都是多配明川哥在 都是要你知道化妝造型一下 不過呢 因為姿姿呢 大家可以近距離看她 第一皮膚超好的 再來呢 她整個這個狀態是很亮的 那當然今天也真的非常謝謝姿姿 來現場幫我加油打氣對不對